Hello 各位亲爱的会员朋友还有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周收盘 我是MG 今天是2月4号晚上的时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主题 美股依旧指数在起飞中 特斯拉涨势凶猛是不是进入牛市了呢 然后马股本月的一个策略是什么 尤其是选股方面 我们会给大家去讲讲今天的主题 将会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去分享 第一个就是跟美股相关的指数和特斯拉 第二个就是马股的月和周的一个复盘 还有就是下周以及本月都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 OK 我是MG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收听我的频道 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是Homely的高级讲师 我们在每周会有周的复盘 开盘日135会有我们的录播或者直播的一个栏目 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股票干货知识 好 视频里面会提到很多股票 但是都是作为案例的讲解需要 没有任何的股票推荐建议和买卖建议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投资风险 好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就是跟美股啊 美指相关的 当然我们也会讲一下外围市场的指数 美股和港股的指数都会去讲一下 先看一下纳斯达克的周线图 这个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画的 一步一步看着这个股票啊 去突破这个周线上的W仅限 对吧 在这个礼拜呢 是确认突破了 然后但是呢 突破的时候呢 中期出现了一个超买 黄色蜡烛啊 熟悉我们的朋友了解 黄色蜡烛是一个overboard的一个信号 说明什么呢 哎 在这个中期呢 会有更多的 多于平常的这个投资者进来买入 不管是散户还是什么啊 但是它是一种预警信号 不一定你要卖股票 但是一定不能买 OK 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看到 这个地方也是有黄色的超买信号啊 英文名叫overboard 对吧 我们看最后一个纳斯如果被跌破了 那么就需要卖票 如果它没有跌破 那么就不需要卖 所以呢 持股的朋友需要注意 没有股票的朋友也不要去追啊 这种时候 我们看它能不能够撑住 好 这是纳斯达克的周线图 因为在本周的话呢 有美联储的一席会议 加上飞龙数据呢 也是超过 超预期的好啊 所以其实整个市场是比较给力的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上啊 基本上也都是 尤其是在周四的时候啊 跳空高开 对吧 它整个预期啊 这个这个转转音派啊 转鸽派的这种讯息啊 还是不错的 对吧 虽然还是会宣布会加息啊 但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啊 市场都是会看好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看到周线图的话 也是属于它日线图的话呢 早就是突破这一个响体了啊 在表现的周线上呢 就是仅限位置被突破 那有朋友就会问了 那么它往上走会到达哪一个地方 我们还是根据这个历史的数据啊 用这个蓝色的筹码 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这个筹码呢 代表了这个纳斯达克历史上 一个完整的波段里边 资金的一个表现情况 尤其是机构的资金表现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统计的是2021年11月22号的高点 到今年的最低点2022年的啊 到2022年的最低点 11月13号的这个最低点 统计的数据啊 我们看一下 那萨克目前的价位 大概是在12200点左右啊 那么它上次我们也讲过了 其实它往上走的空间 往上走的这个压力呢 相对这个11405点来讲的话 是小了很多 但你发现啊 这边有几个点 一个是12380 一个是12866点 这都是属于呢 相对来讲 稍微这种中继的压力 说明什么 它往上走的概率是有 但是还是会比较坎坷 可能会涨一下 调一下 涨一下 只要它调在支撑位置上 我们就不用担心 比如说这一次啊 它往上走 预压 它回落 它不跌破 12134点的话 都没有太的问题啊 可能有一些新朋友不了解 这个蓝色筹码是什么 这代表是从前面一波 完整的最高点到最低点之间啊 它的这个所有的在这个相应价位的资金量的一个表现情况 我们叫空间量 你知道哪个价位上的这个资金是最多的 它无疑对未来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和压力啊 这个叫做历史对吧 历史就是答案对吧 就告诉我们答案了 好 这个是纳斯达克啊 我们之前用港股恒生指数也多次用这个方法啊 目前的话准确率也是非常高的 好 这个是纳斯达克的这个daily chart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还是练着话 已经在里面的朋友 OK 你就注意好套利的一个方法 套利的方法 我们刚刚给大家减大讲了一下 就是那个overboard啊 它不要去被跌破 其实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那个方法 等一下讲港股的时候 因为港股最近有点调整了 是不是真的调完了 我们要去看一下 好 这个是标普500 它在日线上也是突破了啊 它在周线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头肩底啊 头肩底这样子的 OK 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呢 表现呢 就是这根紧线位置是刚刚突破的 OK 突破的话 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别的超买点啊 短期这个位置也是突破了的 所以呢 基本上还可以啊 还可以 资金也还是OK的 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情况 美股的数据情况 我们看一下啊 呃 我们在上次有提到啊 在周五的这个售盘里面 有提到这个数据啊 单日涨幅超10个%的 当时在周四的时候是274个 那周五的话呢 稍微有一点回落 但是也还是保持在100个以上 这个回落呢 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多啊 有点多 但是没有跌破benchmark 那就说 这个一定要保持在100以上 如果它还能够再回落 回升上去没有问题啊 如果它要跌破100的话 就还是要小心 就是你的个股一定要小心 因为现在绝对不是啊 你去加仓的时候 而是要考虑呢 是否要套利的时候 因为在突破的位置 尤其还有方量的位置啊 它如果不能够持续方量 不能够撑住的话 有可能就是你需要寻找套利的一个点 等一下我们讲这个特斯拉股票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说讲一下啊 好 指数方面的话呢 在下一周的话是没有特别的变盘点啊 就希望是相安无事 对吧 相安无事的一个状态 好 看一下特斯拉啊 特斯拉的话呢 已经是连续涨了两个多礼拜了 那么这个涨的话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也用实战给大家注意 讲过啊 那这个涨的话 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些元素来讲 一个是趋势 一个呢是资金 OK 来我们看趋势方面的话呢 首先它是肯定是不是反弹了 对吧 你看之前的反弹的规律啊 一般都是到这个黄色的这个线啊 黄色的这个线啊 它有点像均线的嫉妒线 对吧 你可以如果你用均线比较多的朋友啊 你发现它之前都是没有突破嫉妒线 但这是突破了啊 当然这个黄色线不等于嫉妒线啊 我们叫彩虹线 它还包含了其他因素在里面 所以对股价的支撑压力会相对更准确啊 所以它已经打破之前的反弹亏律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已经有反弹 就是从从它突破这个黄色线的时候开始 就已经演化成波段或者是震荡式了 但是有没有到牛市呢 我们需要有标准啊 什么标准呢 哎 第一个就趋势得要到位 第二个是资金得到位 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蜡烛啊 它得要到白色线以上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庄稼啊 这个红色代表庄稼的红色成功 一般要达到50%啊 我们看一下啊 把这个股票调出来 我们看看一下啊 那么截止到截止到上周五的话 它的庄稼大概是到什么位置 周五的话 它的庄稼啊 48.5%非常接近的 这是那就是 趋势还有一点点不达标啊 这个也有一点点没达标 对吧 因为趋势需要站在白色线以上 这个小牛熊分界线啊 那么对于均线 使用均线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至少是一年线以上 对吧 所以牛市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好 那有朋友就会有问题了啊 来我们看上一次啊 你看我们把这个指标重样调出来 上一次这个地方过了白线啊 而且当时庄稼是到了59个% 60个%啊 怎么也没有涨成大牛市呢 是不是这个方法不好用啊 不是啊 我们还给大家加了一个成交量在这里啊 加了一个成交量 说明什么啊 首先其实啊 你看它突破白线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这个白线的话 它特别的 它是平着的 一般来讲突破以后 它要往上发散比较好 对吧 你可以平 但是平完以后得往上走 对不对 好 它没有往上走 这是一个点啊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量啊 它其实它的成交量没有 没有进行堆量去走 你看上次它往上走的时候啊 重要的突破的时候 实际上是需要放量 而且不能够只放一天的量 它要放堆量的 那你看最近的话 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series的量了 它就是一堆量起来的 它不是说一天突破了前面的高量 而是一堆量 这种能量资金量 它就是量级的变化 那就不太一样啊 所以这边突破的概率还是会偏大啊 我就给大家出去讲讲 为什么 上次啊 上次的话 好像庄家这边是空盘了 但是因为线它是走平的 第二个呢 它没有出现堆量 那到底如果看堆量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看庄家了 绝对不是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只能说庄家进行了一次试盘的行为 有的时候的反弹 庄家是没有参与的 如果庄家连盘都没有试 对吧 你光有量也是不行的 这个地方 所以是我们需要去搞懂的啊 所以呢 第一个 它是需要有突破的 第二个呢 它需要有量啊 尤其是突破的时候 需要去堆量 堆完以后啊 如果它稳定在上传局势以后 就要进行缩量了 如果它一直不断的放量的话呢 还是比较风险的 好吧 因为你突破压力以后啊 应该是属于什么呀 就是这种势如破竹的感觉 对吧 否则的话 你要继续放量 那可能就会有人卖票了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我打一个比方啊 用一个马股的案例 对吧 案例啊 但是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CVIP 这是一月份的一个翻倍股啊 一个马股的行为员 你看它之前每一次啊 在突破白线之前 都有庄家控拍 量也都起来了 但是它的问题在哪里 每一次都是单根量起来的 对吧 如果它是单根量 也就是说它放量以后 它后面不能持续 那么放量这一天 就是它结束的一天 所以你发现啊 它每一个高量对应的蜡烛 都是一个顶点 对吧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单纯的说放量上涨一定是好 或者是来缩量上涨一定是不好 对吧 我们要看它放量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啊 一般来讲 是在一个关键的平台突破位置 要放量 并且来呈现什么 堆的放量 而且 庄家空盘 对吧 同时呢 价格站在上面去啊 这种情况下的突破放量是比较好的 那你看它 如果稳定到上升趋势以后 后面缩量 那就是正常的了 如果它后面还继续放量 那你就 你就要小心了 对吧 因为缩量啊 已经到上升趋势的话 都已经由庄家都大部分控盘了 它不需要再放量吧 对不对 它就是轻轻的一敲动 它就能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OK 好 这是我们讲完特斯拉啊 这块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在留言室跟我去留言啊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去回复的 好 美股这块讲完了 我们看一下港股啊 港股的话已经是连续跌了一个礼拜了 好 大家又看到一个黄色蜡烛 这个黄色蜡烛跟刚刚那个欧波波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太极黄啊 刚刚那个黄色是短期的情绪超买的指标 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中期的物极必反的信号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先学一个概念没有关系啊 好 那么它一般出现的话是一波中期的一个调整啊 上次突破了 哎 顺利就被突破过去了 顺利 因为正常来讲 它突破以后 它是一种什么叫做物极必反对吧 它并没有跌破 那就还好啊 这次是跌破了 对吧 跌破了啊 虽然这个信号跌破了 整个啊 这个上升趋势是没有打破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干嘛呢 你应该先把它理解成什么 先当一个回调之作 但是因为之前的回调是没有这种太极信号啊 所以这次它多了一个顶部信号 所以大家一定是怎么样 要多加小心的 至少是要掏一部分力 对吧 那有的人说 我就是做中长期的 我不跌破它 我就不出来 那也没有关系啊 看你自己 因为现在的规律跟之前的还是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 它整个的中期的动能方面 中期的这个能量方面啊 出现了一点点的这个小的衰竭 这个庄家的这个紫色的线啊 它也跑出来了 但是这个跑出来的只能先说明它是一个调整 所以呢 我们要看两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后面它调完以后 能不能够继续上去啊 能不能够站上去 能站上去又是机会啊 正常来讲 对吧 就是机会 因为如果站不上去 它掉下来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及时去套利 我们之前跟他说讲过啊 现在它的这个价格是21,660点 往上走的话 其实还是有空间的 对吧 一直是到24,800点 它往回走的话呢 可以 允许啊 但是不要跌破 对吧 20,800点 是不能跌破的 最低最低 不能跌破 20,200点啊 有些人说 那你这个差点太多了吧 那如果它就是在这个中间做震荡的话 你就要干嘛 哎 要注重个股的节奏啊 指数的话 那它其实相当于说 现在是属于什么 突破以后的一个调整当中 还没有威胁啊 OK 那么港股在下周二的话 会有一个变盘点 好吧 下周一会有一个变盘点啊 好 这个是关于港股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马股的一个情况啊 马股的话 我们先从月这块去讲啊 我们收看 投资马股的朋友会比较多啊 所以我们会讲的细一点点 好 我们先看一下上月啊 整个上月的指数和板块的一个复盘的情况啊 指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吧 0.45个百分和负0.7个百分的一个差别 就是12月份啊 跟1月份 对吧 2022年的12月份 跟2023年的1月份就对比 板块的话呢 在上个月是5个百分的 不能逮胜 其实没有效应啊 这个月的话是energy啊 就是1月份是energy14个百分还是能赚到钱的 很多能源股都是强者 很强股 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是比较容易去抓的 好 看一下个股的效应啊 看一下个股 如果按照赚钱的效应来讲的话呢 上一个月是53个百分的一个赚钱效应 哎 还不错 对吧 至少是超过50个百分的 一半以上的赚钱概率啊 所以上一个月你一定要是赚钱的啊 先不说赚多少 一定是赚钱的 否则你就 你就已经啊 这个拖 拖油瓶了啊 拖这个纸 平均数的油瓶了 那你看1月份的话上涨啊 获利率是68个百分 对吧 就更容易赚钱了 包括这个月 比1月份表现还会更好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 通过分析以后你就知道 也可以赚到钱的 对吧 他这个gainers是620个 对吧 你去算出来是这样子的 而个股超翻倍的 我们看这1月份有10个股票翻倍 对吧 个股大于50个百分的有19个啊 有19个个股大于30个百分的是51个 整个月份都是不错啊 而且现在它是要好于1月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啊 2月份还是可以继续赚钱的 好 这只是个板块啊 我们也讲到了 只是个板块 其实反应是比较平的啊 你看energy 我们等一下会给他看个股 any他指数涨 其实个股的话 并没有跑赢一些中小股 从个股的反应 1月的赚钱 效应会更好 重个股轻值数的 重个股和轻值数 和板块的策略 依旧是在进行当中的 这个我们在上周也去讲过 好 再看一下这个个股的复盘啊 上个月 来 我们横向的话呢 就是 这个板块分类啊 纵向的话就是按形态啊 这次把反弹和波段放在一起了 然后这边是黑马出事啊 就是刚刚变成这种牛股的这种形态的这个股票 还有第三种呢 就是属于已经是上涨 强势上涨的强者很强的股票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边看啊 边给大家去总结啊 第一个就是牛股 它比较多的集中在工业 交通地产和能源板块 面积扩大了 这个从上周我们去做周总结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对吧 之前呢 总是集中在工业啊 科技和消费比较多啊 那这次的话呢 交通地产和能源板块都是比较多的 这是一月的啊 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 刚走强的黑马出事的股票的形态 上涨效率更高 什么叫上涨效率更高 你看啊 三个翻倍股都是在黑马出事这个里边 对吧 在启动的这个波段里边的话 只有一个93个%的 那强者很强里边最多的话呢 是82个%的这个SMI 啊 那那翻倍股呢 都是集中在黑马出事 黑马出事 我们之前给达出讲过对吧 比如这股票 它跌下来开始反弹 但是反弹还没有 嗯 还没有 反弹已经打破之前的规律 走出一个波段 但是波段还没有完全转成这种大牛市啊 大概就是在这个筑底的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要变成大牛市 这个区间的一个情况对吧 用技术面去看的话就是庄家控盘 然后呢 彩虹线啊 在白色线以上 好 然后呢 市值为中小股 中小股的比较强势 蓝筹股表现一般 那我们二月份的话也要关注了一些 反弹或者走出波段的股啊 他们往黑马出事这块是发展 对吧 他我们说了这个是刚起的嘛啊 大概如果画出来的话 那就这种是属于刚起的 这是黑马出事的 这个是强者很强的 这样子画上去的啊 那就找到了这种反弹 要往黑马出事去出发的啊 这种的话呢 效果会比较好 对吧 当然如果你要稳定一点 或者你是新手一点 你想慢一点的话呢 强者很强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选择性是比较多的 好 这个是刚刚看完周啊 刚刚看完周的这个月的 我们再看一下上周啊 上周的这个指数也没有太大变化啊 板块的话都是能源板块啊 两个礼拜都是能源板块 上涨不多 只有三个百分 三个百分 四个百分 并不算特别多 所以其实它的强股效应并不多啊 看一下外资的一个效应 整个上个礼拜 外资的话都是属于这种 不到一百个命令的上下波动啊 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一个影响 好 看一下KLCI指数是没有突破的 但是呢 我们之前给他讲过啊 中股 中小股啊 都是一直在往上走的 这个是FB70 然后这个呢 是FB啊 small scape啊 这个是 都是还是依旧在涨的 所以中小股的风格 一直在跑着 下周的话 马股也是没有变化 蛮点的啊 所以就还好 OK 我们看一下个股方面啊 上周的这个Gainers 上周的这个Gainers 你发现的话呢 什么问题呢 它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就是它会集中在工业板块 交通板块也特别多 看到吗 交通板块 然后消费也还可以啊 然后呢 能源板块 这几个会比较多 对吧 就是分布面积越来越广了 不像之前 全部都堆在工业 科技啊 还有这个消费里面 对吧 分散性啊 它是分散性会比较强一点的 OK 所以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 就是啊 你需要干嘛呢 要变啊 要市场 它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要跟着去变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OK 不要去抄抄底和卖顶啊 你就找着能稳稳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要踩稳节奏 对吧 然后那些中小值 市值为中小股的这些股票啊 你都是可以去关注的 对吧 嗯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风格啊 那你看一下啊 这个礼拜有很多会员发的一些portfolio啊 这个是呃 人员的啊 Vila store 然后这个是Linux啊 工业板块的啊 这种69个%都还不错啊 这个是48个% 还有一些新股啊 新股也不错 10多个% 因为后面才发力的 对吧 然后这个是30个% 这个呢 都是10多个% 就一天两天的一个时间都还不错 对吧 好 我们刚说的啊 你要去干嘛呢 就是你知道这个强谷的风格是这样子 你只要踩准节奏就好了 对吧 我们经常给大家在视频里面提到一个伏击这个词啊 怎么样是伏击这个股票啊 你现在保证它是一只好股票才是伏击它 如果都没有走好 你就不要老小的这么买它 对吧 比如说这个股票啊 这个股票 它白色线很接近了 遇到白色线受压回落啊 但是庄家并没有 呃 并没有减少太多 还有77个% 那这种调整又没有破位 那你就伏击它回调结束以后的买点 或者是突破白色线以后的买点 对吧 包括这个啊 这个呢 也是它突破白色线以后来进入到寒盘 对吧 寒盘的话呢 庄家还没有还没有结束 还是空盘 所以来是伏击什么呀 寒盘调整以后的机会 啊这种啊 这种呢也是短期的一个回调 是不是也是伏击回调结束的机会 对吧 你呃 我们是要伏击跌的股票啊 但是跌是小跌 它原本形态是大涨的 对吧 好果它要符合模型 符合逻辑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是呃 这种就不能了啊 它跌下来的话 庄家都已经跑了 你就不能再伏击了 人家都都都 阵地都丢了 对吧 你你还是伏击了 你就是那个被被被击中的对象啊 所以这种就不行了 对吧 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下 好 总结一下啊 马股这块大学是注意的 对吧 整个市场啊 二月和下周需要注意的点 第一个是 马股和美股下周没有变盘点 港股下周一变盘人需要注意一下 马股里边的中小盘依旧是庄家炒作的重点 第三个呢 2023年2月6号起啊 中国试点 恢复全面的这个旅行社以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富有关国家出境的这种业务啊 这个会利好航空旅游酒店相关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马股的IPO股次行股依旧比较坚定啊 还是注意要把握节奏 再来呢 就是马股的季报彩报来系利好的板块 现在呢 表现比较突出的是能源和交通运输板块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收盘的一个情况啊 有学大的朋友的话呢 记得帮MG点赞和转发一下 然后呢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马股的年度的投资 报告 我会把这个领取的链接放在我们的 这个留言区的第一条 大家记得去点击领取 好吗 好了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